魔法小猪 一天早晨,一只小猪出现在罗罗的窗前。 小姑娘走上前,轻轻地摸了摸小猪。 你好,小猪,你真漂亮,我敢肯定你是一只魔法小猪。 说着,它搜地跳到小猪的背上,它们就这样上路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问。 哦,咯咯。 小猪回答。 我叫罗罗,很高兴认识你。 它们走进了一片树林,小猪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边走边捡路边的橡果吃。 它们来到一片临终空地,碰到一只正在休息的兔子。 兔子抬起头说。 你的小猪怎么这样脏,真的吗? 它可是一只魔法小猪啊。 罗罗说。 那它能把我变得更漂亮吗? 兔子问。 当然啦,你骑到它的背上就知道了。 兔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骑到了小猪的背上,小猪继续往前走。 很快就到了中午,走出树林的时候,它们遇见了一只正在吃三明治的猫。 你的小猪怎么这样臭? 猫抱怨着。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罗罗反驳道。 它可是一只魔法小猪啊。 它能把我变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兔子。 兔子说。 它也能帮你实现愿望。 罗罗说。 照这么说,那我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猫了。 猫问。 你就等着瞧吧,来呀,我们一起走。 罗罗说。 猫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跳到了小猪的背上。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它说。 小猪、兔子、猫和罗罗一起上路了。 它们渡过了一条河,看见一只小狗正在岸边弹吉他。 呼噜噜。 小猪说。 小狗停了下来,说。 这只小猪看上去笨头笨脑的。 也许吧。 罗罗回答。 不过没关系,因为它是一只魔法小猪。 它可以让你变得更漂亮或者很富有。 兔子补充道。 我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一个吉他演奏大师。 小狗说。 这没问题。 猫赶紧说。 它怕别人以为它什么都不知道。 上来吧。 罗罗说。 小狗也不客气,一下子就跳到了小猪的背上。 现在,小猪的背上驮着小女孩、兔子、猫、小狗,还有一把吉他。 这对它来说未免太重了。 小猪累得气喘吁吁,汗水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它就这样驮着大家走了一段路。 最后实在走不动了。 瘫岛在一片草地上。 一头驴子正好站在那儿。 小猪,快起来。 罗罗喊。 你的小猪太累了。 驴子说。 可它是一只魔法小猪啊。 罗罗说。 魔法小猪也会累的呀。 驴子说。 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天马上就要黑了。 罗罗着急地问驴子。 你能驮着它走一段路,让它休息一下吗? 我弯下腰,你们把它抬到我的背上来吧。 驴子同意了。 驴子驮着筋疲力尽的小猪,继续往前走。 驴子走在最前面,大家跟在它后面。 你要我托你去哪儿呀? 驴子问。 好嘞嘞。 小猪说。 带我们进城吧。 罗罗说。 我们去那里吃晚餐。 你们的小猪真的会魔法吗? 驴子好奇地问。 是的。 小狗说 它能让我成为吉他大师 它能让我变得很富有 猫马上说 它能让我变得更漂亮 兔子接着说 我的梦想啊 是成为一个名人 驢子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一行人终于进了城 大家都累坏了 只有驢子还精神抖擞 我们直着走吗 驢子问 哄咯咯 小猪回答 一个小男孩看到他们 被他们的样子逗得哈哈大笑 人们都纷纷凑到窗前 跟着嘻嘻哈哈的笑起来 接着大家都来到街上 跟在驢子的后面走 街的尽头是一个大广场 大广场上有一座大剧院 驢子登上台阶走进剧院 兴奋的人群一直跟随着他们 人们在剧院里找位置坐下 那些找不到位置的只好站在旁边 驢子登上舞台 幕布缓缓拉开 小狗抱起吉他 开始演奏 它从来没有弹得像今晚这样出色 罗罗和兔子开始跳舞 猫开始唱歌 观众们热烈的鼓掌 有的尖叫 有的跺脚 演出一直进行到深夜 结束的时候 观众们的掌声像雷声一样震耳 大家纷纷往台上抛去鲜花 帽子和金币 市长先生也亲自登台致谢 祝贺艺术家们的演出 大获成功 驴子还得到了市长先生 颁发的一枚金光闪闪的奖章 我现在是名人了 驴子兴奋的大叫 我也富有了 猫高兴的说 你们看我有多漂亮 兔子很激动 我终于成为吉他大师了 小狗忍不住大喊 大家又开心又疲惫的走出剧院 来到一家饭馆吃晚餐 罗罗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猫突然问 我的梦想啊 就是拥有一只魔法小猪 小姑娘回答 说完 她搂着小猪 轻轻地清了一下她的鼻子 谢谢